基隆市八爐子漁港外 海面上出現了不少被丟棄的小白帶魚 漁會總幹事研判 這可能是跟中國禁止進口台灣白帶魚後 導致漁價暴跌有關 加等原因選擇將白帶魚丟棄 去年八月中國以食品外包裝 驗出新冠病毒為由暫停台灣兵先 白帶魚輸入 導致銷量暴跌直到今年三月 對岸雖然宣布解禁 但到目前為止都還沒有具體行動 漁會推論可能是因為銷路受到局限 不顧成本還初始下策 只是一般偶花的事件 或是誰做的 應該對整個釣白帶魚來講 現在這一隻釣的白帶魚 價格還在70多塊以上 應該還算平穩 漁會表示目前被丟棄的白帶魚 數量不明也無法理清丟棄的原因 會視為偶發事件 而今年白帶魚的價格還算平穩 但還是呼籲政府積極協助 將漁獲外銷到日本 韓國 為漁民創造更多商機 記者蔡氏就報道 謝謝 太陽 遵循